大家好 我是DK 歡迎收看DK全腦交易 打造聖立方城市 今天6月4號 大盤這個 起風了 這個今天因為昨天黃仁勳的 AI教父旋風 過了以後今天很多股票 回檔都蠻多的 其實昨天公佈在 我想大家早上都有收到一個圖啦 就是那個 黑板上面有很多公司 40幾家嘛對不對 其實昨天大概就 漲跌 層次不齊了啦 一半漲一半跌 有一些真的提到 第一次提到的很凶狠 很凶狠 今天真的就蠻多 就 沒有繼續表現 還是有幾檔有表現 我今天 因為這個盤啊 盤中的時候這個起貨跌了300多 其實連台積電聯發科 紅海都還好啦 這些聯發科紅海跌比較多 我今天的主題寫 下跌買進 洪家軍 搶進低價 機器人概念 早上錄了一個新聞也是在講 低價的機器人 今天台北電腦展開始 許多重新移籍的大佬都來啊 我還是繼續 跟大家聊著這個 追蹤這個 洪准 洪准 健翰 拜德 我們往下看 來 首先呢 還是提一下這個台積電 因為很久沒台積電 我不愛提台積電 但是最近我提台積電比較多 我把它搬出來 為什麼 大家說6月會有大回檔 大家我不是寫市場 我寫 他們說 這個他們包含很多 買蠻多分析師的 蠻多分析師 當然我不懂為什麼要這麼說 還沒有跌先說會跌 就像昨天DK講的你是用猜的 如果沒有跌 我不要想法 我要做法 譬如說這個跌 你有運用保護性賣權 來保護你的現貨嗎 你要把這一點告訴大家 例如你是做個股的 你如果沒有要賣股票 你指數該怎麼操作 甚至你的資金水位 你說要拉高 你要拉哪一檔 股票很多啊 你要拉哪一檔 你有在表內的 你還是要把它賣掉或解碼嗎 那 為什麼 這個是DK常在交易的時候 要跟大家聊的細節 他寫說6月會大回檔 大家說會很難操作 其實我還蠻期待 大家講的這件事 所以我把這黑K 可以放上來 又放了 是不是又放太大 他們說要大回檔 但是我說 除了系統性風險發生以外 我這邊寫得很清楚 投資組合你都要給我按表操客 平平走不行嗎 他可不可以橫著走 這個畫圈的地方有沒有看到 他不就一黑一紅 一黑一紅 一黑一紅 這樣盤了 一個月 多月嗎 今天的亮燈一樣沒有出來 那天MSCI調整 上 上週 還記得嗎 今天是 禮拜 二 昨天禮拜 禮拜日 黃人勳旋風 對不對 來 再來我們看貴買指數 貴買指數今天才創高 261.9 早上是創高 是紅的 很多股票早上本來要衝的 敬高情雀 山頂上自然風大一些 你去過荷歡山嗎 我是沒有爬過阿爾貝斯山 我沒有 但是我知道你一波一波到頂的時候 往下看越高的時候 風總是特別的涼 或特別的大 這個我 就拿這個來比喻給你聽 畢竟昨天 紅通通的一片因為AI 相關的所有的股票啊 都有一個不錯的賣點 你賣的話就是叫不錯的賣點 因為紅叫賣點 至於要不要賣 那叫後見之明 你先回頭來看 那叫好的賣點 你當下要做 其實 我不覺得賣跟不賣有什麼太大關係 因為你只要在你的表內操客 不賣 就繼續持單 因為 很多人做股票是做波段 除非你做買菜前 漏錢 喜歡 沖刷 講到這個沖刷 等一下 今天有一檔股票也很熱 股本24.9億 廣運 快13萬張 我看一下股價禁止比到8倍多 這檔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今天跌停 沒有說很多張 我問你 你這陣子有討到便宜嗎 你最近才發現的 或者是你聽的AI 昨天我在call訊裡寫事件交易法 我統稱 晚上禮拜日 晚上我就心裡有素 明天這張這些股票一定都很噴 你要追嗎 你要做嗎 如果沒有漲停你要買嗎 不好意思 DK做股票穩定起源 我不會因為在茶水間聽到什麼 或在路上聽到什麼 或在餐廳聽到什麼 我就把它拿來作為我要買進的動機 No DK 有DK的選股方式和邏輯 而且 還經過我的火眼睛睛 那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我是有系統 在撈股票的 好不好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貴買指數 出一點量 出一點量沒問題 有什麼問題 不能跌 要不創高 下來而已 好 追蹤一下這個最近的投資組合 我有時候盤 尾盤的時候公佈的股票在 call訊裡面 我隔天早上會公佈 我就會把它加進來一起追蹤 有好有壞 尾盤的時候風更大 又把他們吹下來了一些 但是我這邊寫投資組合輪流發動 本來就是這樣啊 你建立一個投資組合本來就 在迎風的時候 會有 好的 表現跟不好的表現 這是很自然的 不要妄想著你開盤每天天天都要紅燈紅盤 不要做這種妄想 你可以期待 如果有的話是市場給你的 好 不要每天做這個 你每天盤錢應該要規劃的 不是看漲跌 是看你的 股票有沒有問題 開盤以後有沒有問題 或者你還沒有做完單的 你需要今天繼續佈局 或者是有必要擴大戰果 甚至是我說的大風來的時候 你 準備好拿掉風險了沒 這是你的心理準備 看盤錢的準備 今天比較強的話 百德 最強 百德最強 前幾天我都有帶到 為什麼我說 除了系統性風險以外 你都給我按表操課 今天有沒有股票漲停的 或者漲的 有吧 有 蠻多的啊 系統性風險就是全面跌 而且跌很重 還跌停板 還出不掉 那個叫系統性風險 你還會分辨盤式 如果你有達到你要的趴數 你落袋為安 我沒有什麼好講的 但是因為每個人的程度跟資金規劃不一樣 本來就沒有所謂的我們這一波我們大家先全部出一趟 誰啊 你的股票跟誰有關係嗎 你做的規劃跟你的成本跟誰一樣嗎 不要隨著市場 跟風走 因為台北電腦展 我特別提一下這個我們操作 不要講操作過 還在操作 6月4號到6月7號 南港展覽館 12館 好不好 電腦展 4號到7號 如果有興趣 真的可以去走一趟 順便看看這些大佬 說什麼 好 3060的名義做什麼 電腦硬碟 相關零組件 就講到這裡 你可以去他的官網看 他寫的還沒有 還有音圈馬達 還有一些驅動 機殼驅動之類的 硬驅動零組件 好這個沒有太多時間跟你講 你有興趣你看一下 我只是要告訴你 我是怎麼把這個操作到成功的 我沒有買在這裡 我是買在出去以後 回來以後佈局的 我沒有買最低 最高387 這一段幅度是多少 25塊5到38 20幾塊的股價 我一樣找得出來 做得到 今天 還是紅盤 回來一些沒有撞越線 想要出去 可是今天風 好大好大 他被吹了回來 沒有關係做波段 你要做多遠 看你自己 講到這個紅準 昨天我才說關鍵時刻準備要出來 是啊 我早上扣訊息 如果沒有一口氣供出去 長度要休息 休息就休息 跌就不要講 沒出啊 怎麼樣 成本在哪裡 你們很清楚 我寫多頭就這樣 你二阿哥只有七十 七十八點四的實力 七字頭 為什麼叫二阿哥 以前不就紅海紅準嗎 你還記得兩三百塊 那好多好多年前 好你跟我說結構不一樣 你跟我說他們公司怎麼樣 去重整 或怎麼樣 股價相差了這麼遠 但我還是不相信 他就只有七字頭的實力 我不相信啊 但是 我不會凹單啊 如果他又回來這裡 我不可以輸錢 我可以什麼都不賺 砍掉 我就是可以做到這樣的人 為什麼 你不能傷害我 那我這樣賺好少 賺好少就好少啊 市場給你多少就多少 但是你告訴我說 這邊怎麼樣又怎麼樣 那我們今天來這邊 你為什麼這邊不先出掉 然後這邊再買回來 如果我框起來這個地方 是我覺得不錯的買點 如果有來 你自己把握看看 請你做好你的規劃 不是我的 因為每個人資金不一樣 還有要的東西不要 有人要3000我要3萬 有人要300萬 看你自己 這是實話實說 那你會說 你幹嘛不78塊賣這邊再買回來 你為什麼要講這種騙人的話呢 如果 買回來又會再上去的話 你為什麼不在這裡就全壓呢 交易有這麼簡單嗎 他講一些給不懂的人聽 你認為真的在這裡面來來回回 做這個價差很開心是嗎 他是紅準 他沒有這麼好操作 與其這樣 我跟你講一個 你不要動 沒有在你的規劃表需要退場之前 你不准動 你不要在這邊 你真的是賺價差還損失價差 你問你自己 這邊買那邊賣 這邊買那邊賣這樣子 如果你可以這麼准 你八把壓身家 這才是邏輯 為什麼 能快幹嘛要賣 下一打 賤漢 一直想衝風阻很強 我不是說今天下底洪家軍 好好的把握嗎 他還沒有出去 但是也離開成本 一小段 開始賺錢 沒有我們不知道市場 他接下來會有什麼 我們則知道 我們把握洪家軍 我們股票池撈出來 就是這些 成不成功 我們追蹤著看 反正我們按 邏輯辦事 不行 我們會退 可以我們往前打 DK操作就是這樣 邏輯科今天一開盤表現不錯 最高來到64塊多 我說 這是月線圖 日周我前面幾天都給你看過 我們直接講月拉的好遠好久給你看 下面你看到 2021年到2024 有三年多的時間 都在這個區間 45塊到65 沒有 甚至到70 就是這區間而已 還在走 我說所有的貨 都需要耐力 任性 等待 如果老天願意推一把 那就感恩了 為什麼 什麼叫老天願意推一把 就是有人等了三年才噴 有人等了三天就噴了 他們買的貨都一樣多 怎麼沒有 哪一 老天推誰一把 可是推 三年那個也沒有賺比較少 只是他就抱著 我的意思是 天時地利人和運氣不是由你控制 是市場控制 你只能控制你可以控制的 你不要去控制市場 你覺得什麼要漲要跌 控制你可控的因子 好不好 拜的 今天 最高還有 拉到 89% 我以為他要漲停 但是不漲停 很好啊 幹嘛要漲停 漲停稍微開心喔 對了就 很好啦 你買在這附近 我 直接要跟你提 而且工具局你AI要做人型機器人 最近不是AI很熱嗎 那個羅生跟隱翰 我早上新聞才打出來給大家看 哇不得了 你不敢相信 可以股票可以這樣 這麼小的股票 你不想聽到的股票 你沒聽過的股票 在這之前你都不會想要多看顏 是我專門幫你找 我有找到 我還有做到 隱翰 我有講過 那其他還有沒有機會 這不是機會 要拉近 拉遠拉近 你看 Rio跟你去追蹤 這個我就提前跟你講了 好不好 今天還有拉一個星雲 我說低價 機器人概念 雷射雕刻機 雷射雕刻機 今天什麼盤 他漲停盤 我畫圈的地方就是我 找出來 跳出來的地方 我選出來的地方 一直在我的池內 很磨很耗對不對 量超低的 超低的 今天漲停也才1000漲 量低就留給資金小的人 沒關係 你留給你人不想要去人多的地方 你就多看一下 DK的貨 可以嗎 沒有DK股票時你真的會多看一眼 我不信 星雲我們很驚訝的星雲大師已經 祝福了 好不好 我這個一樣的星雲 但是他是做雷射雕刻機 好嗎 你看一下這個叫空投嗎 兩萬多點不能輪一下我漲 你永遠漲 台光電才要那些 可以了沒 留一些過來嘛 會啊 他就是股票 會輪到 不然羅生引漢 達能 民意 月豐 都不要漲 怎麼會是這樣呢 講這個1534慶藤 我猜你又 對不對 沒關係啊 我很會找 買低價發動點 賺最好賺來的 前天漲停 昨天也漲停 今天沖一下又熄火 熄火很好啊 熄火不是給你有機會買嗎 來靜靜的看 而且開工 報了一個 比較多的量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當衝 當衝也沒有關係啊 要衝就衝啊 反正我成本在哪裡 我不是話很清楚給你看嗎 開公司我們都要成長 都要盈利啊 我的信念就是我們漲到你聽過 漲到你聽過 那個能率啊 能率集團 還這樣 漲到你聽過 漲到量爆出來 這才是我 你這樣可以了解 DK賺錢的意志嗎 不怕 不要笑我的什麼妖魔鬼怪 小鬼 哪一檔再沒長出去不是啊 華星光19塊的時候 神盾80你還笑他 全新58的時候 全新還不是小鬼 還有更小的 上全26 你聽過 這都是我的經驗 信不信 我無所謂 我無所謂 尾聲 我就帶一下剛剛提到的月峰 好不好 這一棒打出去我的成本在哪裡 最高來到40塊48塊 附近 快要到50了 錢高60.7 操作股票是 心理生理 哲學 實用主義 耐性 認度 彈性 適應 一次做好一件事情 機會永遠都有 就算是系統性風險的來臨 他也有機會可以找 好 趕快加入 Lite 小老鼠DK525 按讚訂閱分享 我會不斷的在節目跟我的訊息 我的社群裡跟大家分享一些這些 定於估值還有 罰人問金的股票 但是卻很有潛力 我們下午一見 拜拜 本公司以望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控参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財務並支付投資風險 哈囉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善導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 同學同學 你現在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喔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欸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好 按讚訂閱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